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連續三天在家門前回應政治獻金議題 但這風波黃珊珊也難辭其咎 恐怕打亂民眾黨二零二六 臺北市長布局 外界猜測 這也是中平會延後開閘原因 不過如今這風暴 連日媒都關注 日本經濟新聞 以臺灣第三大黨出現政治資金疑慮 支持度降到百分之六 微提報導 敘述這風波 讓原本標榜清廉政治的民眾黨 陷入創黨以來的危機 報導中也引述東京外國語大學 名譽教授小麗媛心信看法 他說民眾黨所扮演的挑戰 兩大黨體制關鍵角色 恐怕已經落幕 臺灣政治會重回傳統的藍綠對決格局 前民進黨新主席委員李妍慧 更PO出二零一四年 柯文哲進辦的採購支付作業規定 流程寫得清清楚楚 證明他不是不懂選舉財務處理 讓柯文哲口中第一次選總統沒經驗 說法再受質疑 三類新聞 黃飛南 我們今天小組退報道